本届窝金校尉特别点拨 学习外国先进技术 增强我国盗墓水平 神秘的埃及沙漠 尘封千年的地下墓葬 鲁莽粗狂的退伍军人 美丽的女考古学家 加上几个插科打魂的搞笑角色 一段奇异的盗墓历险就此展开 欧康诺男主角神经大条 武力超群的美国版胡白衣 伊芙琳女主角中二少女 总是被保护和出妖娥子的美国版深里扬 盗墓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专利 在中国那叫倒斗 在美国那叫探险 中国传承的是手艺 人点灯 鬼吹灯 美国搞的是硬碰硬 拿你财宝怎么了 不服抽你压的 下面快哥就给大家讲讲 美国同行是如何进行盗墓的 1923年的埃及鱼龙混杂 许多国外的探险家 在寻找传说中的宝藏 女主角本是精通埃及古文字的图书管理员 这天她一不小心 把图书馆砸了个稀巴烂 但因祸得福 她的二祸哥哥送给了她一个藏着藏宝图的钥匙 地图上标记着传说中的亡灵之城 妹妹想要到亡灵之城去考古 哥哥则两眼放光想要去找宝藏 兄妹俩从绞刑架上 把四处闯祸的男主角救了下来 请她做向导和保镖 男主角起初是拒绝的 但看到美貌的女主角就答应了 盗墓是次要的 有妞泡才是重点 三人上路之后发现 还有一大拨人也在寻找亡灵之城 两伙人结成了旅伴 一路上男主角和女主角 调调情打打架倒也不寂寞 他们穿过沙漠 总算找到了亡灵之城 男主角一伙人找到了一具神秘的石棺 打开之后发现 是个面目猙獰的干尸 另一伙人则找到了一堆木乃伊的内脏 捎带手还找到了一本很拉风的古书 女主角心有不愤 半夜跑到对方营地 把古书偷了过来 仗着自己多十几个字 就念出了古书的内容 万万没想到 女主角把千年大粽子给召唤出来了 这下闯下祸了 众人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这个千年大粽子是个情种 死了几千年被召唤出来 还一心想要复活自己的女友 于是盯上女主角要用她做祭品 刚闯下祸的女主角又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但是古人教育我们 所有武力值较低的女主角都是用来被救的 果然女主角还是被抓走了 男主角也怒了 哥的妞你也敢动 必须抽你呀的 她带着女主角的哥哥再次勇闯沙漠 先是上演了一出虎口逃生 有跳进古墓里英雄救美 男主角和大粽子大战三百回合 在二逼哥哥的帮助下 终于干掉了大粽子 然后在千年古墓倒塌前逃了出来 女主角哥哥正在感叹 出生如死一个子都没捞着的时候 一回头发现妹妹和男主角倒是情热上了 看来盗墓果然不是重